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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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很詭畢 今集的氣氛 比較沉重 玩具TV 第三季 這次 其實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到 桌上有兩種類似聖誕樹的東西 是時候開燈了 朋友 不是那些氣功月位的圖 很清楚 今次要介紹的KA 又派貨了,恭喜大家 今次玩的就是 Mk1 以及最舊的Mk1 再加最新的Mk46 沒有它 就沒有之後的 Tone is Dark 或者今次我們先講一隻 Mk1 好 今次 或者可以鬆近一點 不好意思 是沒有頭雕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自己看頭雕 除了頭雕之外 其實都跟回原主 它都是穿一件防火的內衣 還有一條西褲 都見到 全部都是用布件 做出來的 這隻算不算是King 第一隻一比膠裡面有布件 沒錯 因為其實之前出的那些人型的模型 都是膠 今次就用布 去製作劇 Toni Stark 穿草 那時候的沙馬褲 所以其實有皮鞋 對 對 我想鬆低一點 都是布件來的 對 大了 電線穿 對 後面才可以看 你看 慢慢慢慢 後面才可以看 後面的電池圈 鬆到下腳 這些 有些 所以其實今次這一隻 這隻 就這樣看一看 我自己就真的很喜歡 只要真的有辦法 可以弄一比九 Toni Stark的頭 都要放下去 那整件事就完美了 其實是有的 這邊 坊間是有的 這個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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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剛才 Brian都說得很清楚 我自己最欣賞 真的沒得談 一定是這個引擎位 大量的結構 本身有很精細的結構 還有其實那些管 喉 電線 全部都做回 所以變成真是 這個是幾驚喜 還有一件事 我想說一說的 就是入電位 當然 其實本身 整隻東西 亮燈的 只有一個 當然 其實Hot Toys 那時候 在火焰放射器 都能亮燈的 不過一比九就不行了 但是就有很多的舊化 銀底 一些燒焦 即是燒焦的痕跡 都有做出來 那 剛才我就是想說回 入電位 如果就這樣看 其實也挺難猜的 所以 今次的入電位 在 這裡 磁石 那 入電 加上燈 整件事 吸上去 即是不說 都很難知道 這個位在哪裏 所以這個 我自己就很欣賞 爽好一點 爽好一點 爽好多 即是一上電 入電開關 其實很多時候 舊產品 有些舊產品 即不是某個牌子 那個牌子都是 很順盡的 搞到人家很煩 其實 用你很多時間 對 不想開 然後入了電之後 久了一陣子 又怕走電 又要再拆開 其實挺困擾的玩家 其實這個 就開始有些進步 當然我見有些朋友 就自然又不是濕電 就是濕電 長叉 駁著行USB 又有行濕電 對 我估計USB要穩陣 因為我不知道 正常的電 會不會搞到 overheat 即是你 劫住 所以大家要小心 因為早前 德哥和我分享的照片 有個玩家 整個Display櫃 噢 扶珠一句 真的扶珠一句 我覺得 真是很慘 那裏有很多錢 但是說回這件事 其實我都 其實很少 我都很少談談的產品 其實就 知道為什麼要專門來講 因為我覺得 我少出現就講一下 即是 不要以為 我們回避一些東西 嗯 還有講回有時候 就是 有些牌子 是 有時候 在產品上 會有些 人客不同的評價 那我覺得這個是 咦 好玩 真的剛剛才知道 對 剛剛才知道 挺好玩 可以隨時拿走 可以的 這個是傳統來的 糟糕 我現在才知道 可以有幾個 你都二十幾隻了 糟糕 大哥 一向都有這個 哎呦 哎呦 對 而且它不插 這個 這個 都會有一個蓋子 這個比較漂亮 我看法 到我了 坦白說 我不是為贊不贊 就是我 我 MARC ONE 它特色的東西 全部都做了 包括 首次有 部件 或者一些 鏡皮 我比較喜歡 它除了很密集的 情報量之外 在機械結構那裏 那裏 因為在電影上看 是很快過鏡的 你是 都不算的 我覺得 這麼多個 I-MAN 它是最搶鏡 是搶鏡 以我所知 譬如有些公司 例如當MARK ONE 它未必有電影中的數據 很多都要靠自己估計 對 要靠自己估計 相隔了那麼久 由第二間社到現在 K-A這裏 我反而會留意 它所謂的雕工 和那些細胃 大家看過 當年第一集 大家都清楚 Tony Stark 為何要做這套 穿草衣 他是臨時搶牌 他也是拿回自己公司 出那些武器的殘下 來做的 那 他 都OK 因為他看到 這些刊接位 正路都不會太特地去留意 這些是真的 你試過做那些金工 那些很粗粗的刊接 很粗粗的刊接 他們都還原 還有一些舊化 那些辣的舊化 想問一下 我們在座當中 有沒有人玩過 別的品牌的Mark 1 其實 細節有沒有那麼多 真的不是比較 不過是指示量子 我認真地說 如果說細節 Hot Toys 和King Arts 應該是第一 但我不是說其他廠冊 Vivotec的Mark 1 是很棒的 另外剛剛推出這個 Takala Tommy的鐵公仔 那隻你看不到 這個是極品來的 真的健碩 你真的看不到原來是這麼小的 是啊 所以我又不太明白 其實很多廠本身 它推出的Mark 1 都推出得很有水準 其實還有一隻很有水準的Mark 1 其實還有一隻很有水準的Mark 1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Side Show 外國的一比二 雕像 雕像 麥日 我那隻是獨到爆的 我那隻一出就斷市 是怎樣買都買不到 一直到現在都在找 都找不到 我那隻Mark 1 最精彩是你想找 就證明你家裡有訂單 都是放在這裡 一比二啊大哥 不過我覺得這個一比九 其實這樣的細節 就是有所交代 就是我覺得其實產品裡面 一定有些好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 還有我經常有很多朋友 在網上說 我真的針對你們的回應 很多副品 我理解它是對的 但是問題是 我們當作是一種 譬如高科技的產品 去看這件事 其實我想說 其實FIGURE 根本就是手工產品 所以手工產品裡面 有很多參差 而是沒有辦法 它成為一個大規模生產 所以那個標準 我們不可以拿一部機 安全標準去試 坐一晚一下 就不爛了 脖子不會鬆 其實我們這行業 一向都沒有這個標準 所以我希望大家 調整一下心態就是 你不是在買這輛車 不是一部電話 其實真的會有很多參差 還有很多人手在那裡 不是解釋 不過是真實的現況 因為與其要找不好的地方去挑 其實有很多的 你首先就看看 別人有沒有值得你去賺的地方 我不是說幫某些品牌平反 每個品牌都是 因為每個品牌都有 坦白說 很多東西可以玩 反而我會著重任何品牌都好 我會著重它有沒有下心去做 出來的產品 你會很明顯感受到 如果沒有心機做的話 是的 譬如你覺得值不值 那個值不值就不是價值得多 價值得多 是你覺得玩上去就好 在你心裡面的份量重不重 最主要你過到自己的心裡 不過講起這隻Mark 1 對,請鏡影師我們講一下一些故事 因為很多朋友喜歡聽我們講的 其實我曾經跟韓來一位朋友牌子 談的那件事情 就是我說有幾個款 Iron Man 如果先出先 那條線就贏的 但是我發現這麼多牌子都沒有做的 包括聊天都沒有做 現在才推出Mark 1 其實有點可惜 現在幾隻 Mark 1 要出 Mango 要出 We Press 要出 是 Igor 要出 We Press 就真正 這幾隻 如果四隻 四大狂魔一出的話 其實那條線都贏了 因為其他款式 我不是說主角機不漂亮 主角機你老鳳會出的 但是你出了這幾款這麼漂亮的話 其實這一客就會跟著來買 但是真的這麼久 到Iron Man熱潮過了 現在都沒有公司這樣做 其實真的很可惜 大家看看 一比價 雖然是一比價 不要理哪些公司出 我想先說 剛才那些所謂廠方的誠意 有試過自己燒刊的 或者看過人家燒刊的 有想清楚的 你有沒有見過 你戴燒刊的手套 你看看這件衣服 那你就會害怕你 你就明白我所說的細心在哪裡 一般人不會留意的 你皮就好 你隨便給PVC我就好 他們不在意 但是你不會想的 因為我經常都說 你要在一件玩具裏面 可以看到一個故事 這個就是我所提倡的重點 就是這個原因 不是我閹資 說多一點 其實這個Mark 1 為什麼會標這麼久 一半作風 我們平時做開 例如聊天 他們做 例如42、43 其實都是開模造的 這個也是開模造的 但是開模造的 有個位置不同 它的數體 是我們重新要做一個人的數體 所以這一個大家如果是行家的話 就知道如果要選一個數體 成本是很大 還有去調模 去試東西是更加難的 特意為Mark 1 而做數體的成本 真的很大 而市面上一比九的數體 也沒有現成 所以Mark 1 在數體那裡 是用了很耐心 而再把布料夾 外面的套夾 合金件 這裡是比較難 在生產方面 即是你不提起都不省氣 真的要重新做 因為其他一段時間 其他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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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開新母BAR 全膠件或者金屬件 這個其實更貴 已經開發了身體 而且未見 會有其他一人形的身體 所以誠意就是這裡 而且是不同一些 更好多 如果用BAR件去處理 是另一回事 即是反過來講 現在你們有一個1比9的Body可以做其他事情 Body可以翻譯 不排除這個 暫時看到他們沒有其他同類型的產品 這個呢 這個 這樣做也是很貴的 其實V-Press 是可以用Bear 件去處理 因為V-Press 見不到部件 是啊 我就不知道他們要怎麼處理 不過總之真的坦白說 我看到件衣服這裏 我不用多說了 有心機做 真的有心機做 這個有心機做嗎 這個也有 我看看 剛剛H社出了它的1比6版本 現在有這個1比9版本 因為1比6版本我沒有 但我很想知道分別究竟大不大 我就剛剛才拿 我剛剛才拿 所以我沒有特別去玩那隻1比6傳 好 所以我們先重複在1比9那裏 好了 Juku你剛才設置了很久的姿勢 另外入了很久的電 我在這個過程裏面 其實是享受的 因為玩玩具是要這樣的 首先 這個不是那些氣功月位圖 我再說一次 它是跟著 Civil War裏面的造型 嗯 那其實 德哥也很熟的 它很熟 它比我還熟 它真的 它是否基於這個 什麼 Grid Edge 那本身其實 如果你說真是說 Mark 46 那一套 法拉里級的裝甲 那現在其實大家看到的 就是背面的細節 那 那它是 應該這隻 以我所知是 這間公司 暫時來說 所謂Ironman型號裡面 開背部 夾開的最多 那應該是 是啊 其實現在剛剛 Civil War裏都在拍背部 那本身 小腿 特別是說 這一個 就是肩甲位呢 都有很多一些 內購 那變了 其實 會跟之前的Ironman 都真的有幾大分別 那當然 我想最大的賣點 也都會跟Hot Toys一樣 它本身也都有很多 不同的發光位 正如我們剛剛開始節目的時候 關燈了 大家看到一樣 那是聖誕樹級的Ironman來的 那 好了 說回 那些 其實 這裡有二十幾顆 二十一 嘩 包了所有 包了頭 身體 全身有二十一個 燈的發光位 那 當然 少於Hot Toys 但是 一比九來說 我本身就沒有投訴了 還有 大家都看到它的外型 其實不會特別因為 本身比較多 燈 而在外型上 有遷就和影響 我自己唯一擔心的 只會是 會不會因為 裡面這麼多燈 會不會 特別有些件會易散呢 這個就要 日後 玩久了 我才可以給到定論 我個人對Mars 46的看法就是 我最初看過說不喜歡Mars 46 即使是H41比6做的 我都不喜歡 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的原因是 因為我 一早已經認定了Ironman 是一套很機器 很機械的東西 你給我 那麼人體 那麼人體 那麼流線 我其實 我本身是打了一個折扣的 但是 當我知道 看到它後面 背部 那麼多打開 即是它的機械 這樣回來 又 又拿回很多分 即是我又要重新 再對這隻東西 用過第二個角度 去了解它 了解 怎樣了解 哈哈哈哈 因為它很難 你想想 大家看Mars 1 其實已經 覺得是兩個不同的星星 究竟 兩樣東西混合之後 化學狀是怎樣 那就是看它 那麼大家都見到 胸口那個線路 那麼同樣地都是用磁石 去吸住的 那麼本身都熟了 對的了 我相信是比較高階的 collectibles 的figures 那麼都是用一些磁石 去做回 那個開盒 變了就會安全一點 還有穩陣一點 那麼另外 我暫時玩下去 好坦白說 那個關節就是略鬆 那麼至於可動性 也都跟普遍Hot Toys 的IMA一樣 那都不是差的 那麼當然 你說要有 連動的這些路路 不要想 有算吧 那麼 不過 看下去 今次的QC都不錯 那麼希望 接下來都可以保持到這個水準 那麼當然 另外我反而 都是擔心的 就是因為它 本身真是Pass多 散建多 嗯 我是想著 會不會說 玩的時候 有些Pass會 會跌啊 掉啊 這個也是要等日後去 去證明 會不會有這些問題出現 那麼 那麼 就這樣 就這樣 只要站 都 其實它拿得很好 對 形狀都可以 即是你無論 擦大腿也好 擦一些很誇張的姿勢也好 似乎都沒有什麼特別大難度 所以看 有沒有戰損甲架 對 有沒有戰損啊 這套應該沒有戰損啊 自己來吧 你玩耐了就可以戰損了 既然是 那麼我也不差再試它的可動性 對 那本身的肩甲位是用彈弓的 所以變成都可以 即是 不用太擔心在遷就動的那方面 它一直以來的傳統的肩甲 都是用這個彈弓處理的 另外手肘位就 90度 嗯 那麼 肩部 肩部依然是可以 對 都沒有問題的 都會有的 腰部也是兩折拉長 都沒有問題的 那麼另外可以拔出少少少 就可以再誇張一點的動作 對 腰部 拔出來 可以做到一定的前和後的動作 腳 那麼本身那個臂部位 有一個小關節位 嗯 那麼方便你拉開 這個都是它們傳統的 對 不過因為始終前面這裏 就沒有特別的一個位置可以讓你開 所以變成 玩的時候要小心少少少 要不然就很容易會刮花 最好就是拉出 今次有個兩點位 對 之後才動 嗯 那就最理想了 今次有個兩點位 怎樣 最煩的 說真的 入電的過程是痛苦的 哈哈 坦白說 尤其是它今次還要 多了 以我沒有記錯的話 它Mk16 它對上 Ironman 聊天的Mk16 以及它應該是最多燈位的 它有些東西 好了 今次 它今次 入電腳部分 方便了很多 因為它有 也是用磁石 嗯 可能同期開發 兩隻都是 即是比較方便 都是 即是有個經驗 還有 這裏已經 金屬檢 變成整隻東西 鑽下去的穩定性 又會高了 嗯 因為它不同 其他這些 比較 機械人向 一點 那它可能造型 方面 就可以令它貼備性高 這裏太人體工學 嗯 所以 如果你說擔心 站不穩 都不會的 因為它的重量 其實我反而是 有少少擔心 真的說站不穩 因為它 關節方面 其實就 不可以說鬆 但是亦都談不上緊 所以 它本身上身 有重量 所以站的時候 我都建議 即是你不是說 即是 如果你真的說 太擔心 我還是建議 用回台座 因為本身 其實腳那裏 都有一定的可動性 那 優點就是你擺姿勢 才好 那缺點就是 如果你說這一個 腳的位置鬆 那變成站的時候 就會小心一點 不過其實你看現在 我就這樣站 大部份都爆地 那麼 都 十到九個爆地 對 都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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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談論到關節的問題 因為始終 現在我們這些計畫 真的 全行都用了一個 其實都用了幾十年的方式 就是 塞鋼加ABS 或者PVC 其實這種配合 永遠都是有一個 號選率 嗯 即是說 玩到那麼多 緊都變得鬆的 那這個是一個 即是常見的問題 所以希望大家都注意 那我就覺得 其實未來玩具界 應該要切強不適 就是可能想想 關節方面 是用了多少技術呢 其實存在的 世界有多少技術 但我們還要用的 比如說 用了幾十年的技術 當然可以塞鋼和塞鋼 就可以 就是差不多永不磨損 我們用快速購米 但是呢 問題就是 我們很難用塞鋼和塞鋼配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要上色 所以很多時候 就是塞鋼配 ABS 或者PVC 所有這個鬆緊的問題 所以希望大家理解一下 又不是解釋的 這是一個現象 因為全行都用這個方法 所以呢 關節的鬆緊 其實基本上 只會越磨越鬆 除了你說連動 或者始動那些 就會短一點 但是呢 只不過是卡住那一下 緊一點 但是中間它都是鬆的 所以理解一下 就是越小的 就越鬆 我不說牌子 有些很小的 很多連動那些 更鬆的 任何東西都有折舊率的 是的 所以是一個 基本技術問題 因為未提升 所以希望大家理解一下 另外要注意一下 就是LED燈 因為 其他產品的LED燈 可以很穩定的 而我們這些產品的LED燈 就好像 即是你只是玩具界別 玩具界別的 LED燈 好像有時有些 閃閃閃閃 或者可能很快就會死 那些可以 廠房就注意一下 我不是指哪一間床 很多間床 我發覺都有些問題的 經常拿去換的時候 都有眼燈出事 即是不一定是關乎 電的靚與不靚的 對 因為 不是做開玩具的 那些人做LED 所以它的技術 放下去 就不是最好的技術 但如果用LED 最好的技術 放下去的玩具 可能燈是很穩定的 那你不會看到電話燈出事 現在我們WATCH眼燈 iPhone殘暗 我們很緊要 都完全沒事的 很多方面配合的 可能你裝工的 那些出問題 又不一定 其實 不可以一下子 就歸咎 對 其實兩隻都可以的 我自己是真的 喜歡MARK ONE 多一點 怎樣都好 今集就和大家 玩到這裡 接下來會繼續包吻它 好 再見 拜拜 拜拜